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, 孤姓男子上周刀市区一间大卖场购物, 期间看到外国手工香皂相当喜欢却因长期失业缺钱购买, 所幸连同袁令山一并偷家带, 打算喜香香换个新衣过运, 只是泽星该败, 还没走出卖场就被员工发现报警败, 这下还没过运先进警局, 让他懊悔不已。 台中市第三分局利得派出所当天接货辖内一间大卖场报案, 直卖场内有人行窃, 警员陈玉娥, 黄人民货报赶处理时, 只见已被卖场保全栏下的62岁古男神情紧张, 刻意将侧背包藏起来, 警方询问背包里是否有尚未结账的商品, 古男立刻说, 没有,我要买的东西都结账了。 还出示已结账了三包并前企图取信警方, 警方直觉可疑继续质问, 那你把背包里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看, 古男建制瞒不住火, 只得从背包里拿出总价2687元的五个高级外国手工香皂及八件员。 鱼岭山还说, 这些都是我还没结账的商品, 因为身上的钱只够买柄钱, 其他东西不够钱买, 才会用偷的, 警方则当场斥责他, 偷东西就是不对, 还讲得如此义正言辞, 随即将他带回真办, 故男景讯中工称, 稍早逛到香皂区, 非常喜欢外国手工香皂的味道, 想到最近时不计一直找不到工作, 才会偷走价值一千多元的香皂集园于岭山, 打算洗香香换新衣后过运, 但因钱不够, 一时起了贪念才会下手行妾, 故男对于偷东西的行为也感到懊悔, 还表示愿意分期付款赔偿店家损失, 为妾倒数公诉罪, 迅厚全案仍一妾倒罪先送办。